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23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乌克兰今天宣布进入战争紧急状态 开始动员预备役人员 并且呼吁其公民立即离开俄罗斯 同时警告俄罗斯即将全面入侵 知情人士表示 乌克兰政府收到情报称 俄罗斯最早可能在本周三晚上 发动军事进攻 包括对首都基辅的袭击 乌克兰外交部长呼吁联合国提供国际援助 对此美国今天针对建造 北溪二号管道的俄罗斯公司 实施了进一步的制裁 欧盟则计划制裁俄罗斯国防部长 石油交易价格再次接近每桶100美元 拜登今天说 普京的行动为全世界摆脱俄罗斯能源 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拜登宣布制裁北溪二号的管道公司 及其管理层 而在昨天 德国总理肖尔茨宣布 搁置对这条从俄罗斯通往德国的管道的审批 这一举措将打击普京 扩大俄罗斯对欧洲能源供应的雄心 虽然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北溪二号管道 但是针对该项目的反对措施 只是在川普政府的后期才出现 当时管道已经基本完成 多年来美国一直认为 管道完成将会使得欧洲更加依赖俄罗斯的能源 从而破坏欧洲大陆的安全稳定 对于现在制裁俄罗斯的方法 美国内部也有争议 很多人认为力度实在太小 美国政议院议长佩洛西则为拜登辩护 他说俄罗斯人对乌克兰的攻击 是对民主的攻击 在这样一个时代 还会看到一个暴君攻击一个国家 这简直令人震惊 他说预计美国会有更多的制裁 参议院乌克兰核心小组主席波特曼则强调 制裁需要更进一步 他说拜登宣布的初步制裁措施是重要的第一步 但是还不够深入 严厉的制裁必须扩大到其他金融机构 必须实施出口管制 德国虽然现在搁置了这一项目 但是将会付出重大代价 德国一半以上的天然气进口来自俄罗斯 这一比例高于大多数大型的欧洲国家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在其能源结构中 对天然气的高度依赖 此前德国计划到2045年完全退出燃煤发电 一个替代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途径 是使用液化天然气 但是专家警告 搁置北溪二号将意味着 欧洲消费者要支付的燃料价格将会高得多 目前为止 专家普遍认为 美国和欧洲公布的制裁措施 还不太可能破坏全球经济从疫情中复苏 但是飙升的能源价格 正在加剧已经令央行担忧的通胀压力 未来更加严厉的制裁或是其他供应中断 可能会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严重破坏 届时欧洲将会受到最严重的打击 俄罗斯是大宗商品强国和欧洲的主要能源供应国 经济学家已经下调了今年欧洲的增长预期 俄罗斯在乌克兰周边地区大胆的军事动员 可以说是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第一次重大冲突 而这次冲突与美国以往在冷战中面临的挑战大不相同 俄罗斯和中国已经建立了伙伴关系 但是与1950年代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协议不同 今天的中国不再是贫穷饱受战争蹂躏的伙伴 而是世界制造业强国 军事力量不断扩大 俄罗斯则是欧洲的重要天然气供应国 普京通过对乌克兰部署一支庞大的部队 要求西方重写冷战后欧洲的安全部署 并且表现出俄罗斯即使在西方反对和经济制裁的情况下 也会继续行动 中俄两个大国正在协调重塑全球秩序 这种新兴秩序使得美国不得不同时与两个对手展开竞争 拜登政府现在面临着是否调整优先事项 是否增加军费开支 是否在国外部署更多部队 以及是否开发更多更多样化的能源 以减少对莫斯克的依赖等等重大决定 奥巴马时期的五角大楼最高政策官员弗洛诺伊说 我们知道俄罗斯会进行灰色地带的行动 普京会利用外围制造不稳定 但是大规模入侵一个主权国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刻 他说而且我们看到 虽然北京并不真正喜欢普京的策略 但是他们愿意联合起来反对西方民主国家 在未来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情况 美国的困境部分源于华盛顿在冷战结束时的举动 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推动在世界范围内促进民主 并扩大北约这一欧洲重要的冷战军事联盟 北约中包括了俄罗斯主导的华沙组织的前成员 和一些前苏联国家 这一举动回应了东欧国家数十年来 想要摆脱莫斯科统治的渴望 然而普京将他与西方的竞争视为一场零和游戏 并着手将俄罗斯推向比苏联时代更突出的地位 对其周边国家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中国则将前苏联国家的民主抗议运动 视为美国策划的阴谋 认为最终可能被用来对付北京 作为回应 中国领导层加强了对国内的控制 同时加强了军事建设 这一趋势在十年前习近平上任时加速发展 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美国安全机构开始注意到 五角大楼在2015年所说的将重新出现大国竞争的趋势 并且开始将重点从反恐行动中转移 在美国确定优先事项时 国防部长奥斯丁一再强调中国是眼前的挑战 而俄罗斯则被视为较小的长期危险 为此拜登于6月与普京举行了一次峰会 以建立白宫所谓的稳定可预测的关系 然而普京却试图利用华盛顿忙于对付中国的时间 来推行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纳入莫斯科势力范围的议程 即使美国的国防预算已经飙升至超过一年7000亿美元 但同时应对中国和俄罗斯 这对五角大楼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五角大楼战略研究报告称 如果美国军队被迫同时在两条或更多条线上作战 美国将面临不堪重负的风险 乌克兰危机已经导致美国向欧洲派遣了更多的军队 并且重新考虑国防开支 甚至可能重新考虑其武装部队的规模 同时随着美国军方主张建立足够大的核武库 以遏制俄罗斯和中国迅速增长的核力量 核裁剑的时代可能会结束 而中国的核力量目前不受任何军备控制协议的限制 中国在南海这一重要的全球海上通道 加强了军事前哨 并且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建造了港口设施 12月美国政府机密报告显示 中国有意在赤道吉内亚 打造在非洲大西洋岸的第一个永久性的军事基地 白宫及五角大楼担心这将为美国东海岸带来安全上的隐忧 因为此举代表中国将能够在美国东海岸的对面部署军舰 白宫特地派出了副国家安全顾问前往非洲 试图阻止中非这一合作 除了军事方面 与俄罗斯的新对抗也可能加速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破裂 中国和美国正试图解开关键技术的供应链 如果西方对俄罗斯银行和大公司实施严厉制裁 莫斯科可能会更加依赖北京 北京正在积极开发数字货币 并正在建立一个与西方不同的支付系统 由于欧洲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 能源也可能成为国家安全的更大焦点 俄罗斯去年占欧洲天然气市场的29% 将能源视为地缘政治工具的政治家表示 华盛顿应该促进对美国石油和天然气的投资 并且批准在美国兴建液化天然气管道 美国现在不得不更加与欧洲团结 今年6月 北约计划在马德里举行一次首脑会议 并且采用新的战略概念 北约敦促该联盟的欧洲成员和加拿大 到2030年提供北约50%的最低军事要求 这样美国就可以更加专注于威慑中国 美国股市今天则继续扩大跌幅 欧洲股市也是收低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0.7% 分析人士表示 有些投资者还是持乐观情绪 因为目前白宫对俄罗斯的制裁 并不像最初预期的那样全面 但是制裁还远未结束 大多数投资者预计 未来几天还会有额外的制裁 作为更有针对性的方案 此外 油价恢复上涨 布伦特原油达到每桶98美元 黄金价格也继续攀升 与此同时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率指数 也就是所谓的恐惧指数 今天攀升至1月底以来的最高水平 以上就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感谢观看